你就发现亲书远近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有兄弟 上有哥下有弟 那我们都聊这个事 我跟我哥哥跟我弟弟 我们平常几乎都没有联系 各有各的生活 对吧 各有各的生活 那应该说比跟咱们交流少太多了 几乎都没有交流 回家我们家的男人也都不爱说话 回家也没几句话 应该说平常真是不是很密切 对吧 然后他们说 假如上帝跟你说 说你要选择一个人破产 你是选择文道破产呢 还是选择你哥哥破产呢 说这个问题你必须选 你只能选一个 谁问你 所以很抱歉 我想了半个小时 我想了很久 那必须是我破产 我不是马上就这么说的 我就是会议和结束的时候 你还考虑过 我考虑了整个全程 这很够兄弟了 还是闻到破产了 这事说明什么 就是你说这哥们 你说你这朋友特别好 但是他跟你的这个血缘之亲 你跟你的兄弟姐妹 未必平常有那么密切的感情 但是你看到某些时刻上 这个血缘出来了 那就说明你们那还只是哥们 还没争到手足 除非就是有一天 除非有一天 我妈妈跟我说 文陶啊 你不知道 当年你还有一个弟弟 这大妈不一样 那还是我哥破产 但是你知道 刚才只能你讲那个情况 就比较复杂 或者在某些圈子里面 你比如说你一个弟兄 老跟着你一辈子干活 或者帮你擦屁股 干了很多事 这种要是破产好不好呢 那当然不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情况 甚至不是兄弟问题了 不是哥们问题了 是什么问题 他破产 某程度上就等于你破产 唇亡齿寒啊 对 没有这个 我觉得也不太难选嘛 因为两类 一类有血缘关系 我们就说血缘的伦理 一类有情义关系嘛 我觉得更熬人的就是说 在同一类别里面 有矛盾是吧 要你哥破产还是要你弟破产 对不对 这样难选 就像我们小时候 好多年轻人 包括我自己 小时候都面对过 被问过一个问题 爸妈闹矛盾 然后分别来问你 我们要离婚 你要跟爸还是跟妈 哇 那个挣扎 我们都会心中有个偏向嘛 本来说妈妈当然比较包容支持 都想跟妈 可是爸来问你的时候 你不敢讲 给他一巴掌就打了 你知道吗 那可是心里也还是爱巴的 所以说在同一个类别 你到底要你哥破产还是你破产 你要你爸破产还是你妈破产 不不不 嘉慧我觉得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你作为小孩 你被迫在爸爸跟妈妈之间选择跟谁 这是一个情感的选择问题 你选另一个 对另一方伤害都很大 但是呢 兄弟或者要破产这件事啊 它比较是个利益问题 就它不是你 我今天要选择让对谁感情好 而是你觉得这事 比如说我如果假设我也有三兄弟 我这三兄弟 我选择让我哥破产 理由是因为 我认为我哥能够赚得回来 我认为我哥翻身机会比较大 那么这个情况下 我让他破产 然后我们可以三兄弟姐谈 说他破产之前 我们能帮忙或者怎么样 他能想办法弄回来 这事是能摊开来讲 我比较小看这个 有时候这种 我们知道兄弟姐妹这些 像我以前出过一本书嘛 写过文章 然后里面提到我姐啊 不断提到我姐姐 还放了照片什么 然后因为我跟我姐姐只差了一年多 跟我妹妹差了六年 比较距离远 那后来我终于有一次吃饭 家庭聚会 我妹妹讲了一句 你们都没有我 好像没有提到我 我才知道 其实我跟他们两个都不亲 因为我二十岁之后 就离开家了 很小回来 那原来这样一个文章的事情 你作为妹妹 她会觉得你偏心 这个你自己想是怎么样是一回事 对方怎么样想 怎么样感受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自足吧 你妹妹还会看你写的书呢 不错了 我把我几个哥哥都捡了 一个人都没有 你要知足了 我刚才在讲 那个兄弟之间啊 不完全是一个情感的学人的问题 今天啊 很多的这个兄弟啊 其实现代社会结构里 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 兄弟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密切的 除非有些特例 有很多 尤其在不同城市 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 大家管各家 很多时候就是过年俱一俱 日常生活不那么 什么时候会变得密切了呢 就是你刚才的问题的前提 你有能力叫他破产 或者另外一个人破产 这就说明你是这 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你的兄弟 那就靠拢了 因为他们本来做的什么生意 本来做的什么事情 都会变化 这个我亲眼见过 很多这样的例子 兄弟姐妹都转行了 就积选升天了 转行了 这种时候 这些兄弟姐妹关系 绝对不单纯是一个选员关系 你要这么说 那我觉得我兄弟可真是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那是因为你的权利还不大 是吗 对我的错 是吗 我说我哥哥和弟弟 我觉得他们甚至是变成特别有自尊心那种 就是说我不要沾这个弟弟一点便宜 反而是甚至 反而是甚至我有时候搞不太懂 就是说我甚至那个时候 我记得还问周围的人 我说这个伦理道德 我说比如说 我说我觉得要是一门三兄弟 有一个人挣钱多一点 他是不是应该兄弟们均贫富呢 我还问这种问题 但是我记得旁边有老哥就说 说这个没有这个奖的 就是兄弟几个 过去有 各有各的发展 他说这一般这个 我就记得他教我一句话 叫救急不救穷 就是你说的都要破产了 你就要出手 可是还有另一种情况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就比较现实功利 但现在比如说有了各种的社交工具 我也见过有很多家庭 是一家人 可能比如香港这种家庭很多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那么但是有一个脸书的一个群 或者拉一个微信群 我发现他们那个沟通往来 我不知道这就有点像在脸书上交朋友 你说这个叫不叫密切 比如我说 我真的见过很多家庭是这样 比如一家人分散在各个角落 一个国家的各个角落 或者甚至整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 对 然后天天就发照片 说我现在在哪玩 怎么样 希望你们也来啊 然后怎么样 哎呀那个真好啊 然后给个赞什么的 然后跟着我们家女儿 最近考试又考第一了 什么什么的 唱首歌给大家听啊 那这个联系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是 平常联系不多嘛 但现在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交工具 我发现有些家庭 他们的联系 比起我们以前那个经验 要密切多了 哎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哎 这个挺有意思 嗯 本来我们说啊 这个你比如说 这个从手足兄弟啊 嗯 你说到亲戚 这个前些年我还记得 一说到春节啊 嗯 大家就觉得这亲戚 简直跟灾害似的 一说起来 一个是这个过年回家 好家伙七的姑八大姨 来这这个负责 关心你的婚姻问题啊 就是不很大压力吗 再有一个是就借钱 那一个就是借钱的问题 但是反倒是我现在也听见 有人像文道这么说 说现在有了这种 现代社交工具之后啊 好像亲戚们又联系起来了 而且压力没那么大 而且压力没那么大 借钱不是更容易吗 支付宝 文道借50万支付宝 转给我行吗 不是更麻烦 我记得有一阶段 有一阵 很多人说起 亲起来就怨声载道 好像就是说过年怕烦 这个尤其是大城市 据我知道是上海啊 这个北京啊 有很多我认识的人 过年就出去旅行 对 原因之一就是怕烦 对啊 就是吃来吃去 就是这些人家 那一年到头也不怎么来往 说起来坐在一起吃饭 也没话说 对 就是不相干 一年到头不来往的 做的事情也不相干 有的人甚至下一代 红包就尽管发了 发完了以后 是谁也搞不清楚 人都不认得 就是不大认得 就是这样 那现在呢 也许你说的通过这个微信啊 什么这样 对 因为我真的见过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家亲戚 他们是一大家人 在那边聊 聊得很欢 然后总是 甚至还在上面约 什么时候一起上打 这是好的事情 或怎么样 这是很奇特 蛮奇特的 我觉得觉得好啊 像刚子东说 亲戚朋友一堆 其实不熟 没话讲 平常没来往 可是有了网络 我们以前不熟 因为我不知道 你平常干啥 对 可是平常网 我们反正就刷屏了 礼貌的 加上啊 你加我这个账号 我加你家账号 然后刷屏 总会看到 原来我叫小表弟 现在学煮菜 原来我这个小表哥 学佛 原来这个坐牢 然后 然后呢 在明年坐下来 有的聊了 文桃表哥 你在脑里 好吗 你呢 表弟来传传佛法 是吧 然后我觉得 这个对整个交往 不错的 可是有一个麻烦 我试过去朋友家拜年什么 我们刚说嘛 自己平常用这个根源 在加拿大的阿姨 打交呼 嗨 你的狗好吗 这样好 无所谓 重点是你去拜年的时候 每个人那时候 都跟自己的加拿大的人拜年 我们礼貌相总要 一起来看看嘛 你拿出你的iPad 跟加拿大的谁谁谁表姨来聊天 这样文桃你们看看 哈喽你好啊 我是指东朋友 弄了半天 只要轮到文桃 你要跟你那个美国 纽约的表姨拜年 我们又要过去打交呼 对然后跟着 他是澳洲澳大利亚的谁谁谁 对对 轮到他是澳大利亚的亲戚 不是不好 长时间 拜了八个钟头 结果才能离开家里 反过来 拜一堆自己不认识 反过来 比拜三还讨厌 我每次过年吃那种饭 就是说一桌有半桌的人 我搞不清楚名字的 最后还是要买单的 这样的一个吃饭 我话说回来 我还是觉得非常必要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我跟这些亲戚就更没来往了 这是一 第二 总归有长辈在 怎么着 比方说我的几个阿姨去世了 但最小的阿姨还在 那么因为她的出现 其他的人 我们为什么会聚在一起 还是因为长辈在 所以我觉得只要长辈在 只要有人比我们年长在 那一年到头不见面 最后大家吃顿饭 名字搞不清楚也没关系 我觉得 最终我觉得还是感激的 那我主要是因为敬老 对 敬老 另外 毕竟我们还是有血缘关系啊 这个场合也是认证一下 我就问你啊 就是 毕竟还是有血缘关系 这个关系是个什么感受呢 你比如说 你就谈算说这个亲戚 给你带来的 你是最好没有呢 还是说真能给你带来点什么感情 快乐 他不会给我带来特别大的快乐 也带不了多少感情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 你就是有那么多亲戚 所以中国人这个过年啊 我现在觉得世界上是很奢侈的 这个世界上哪有个国家 可以一年有一个阶段 把什么活动都停下来 这好奢侈啊 少说停半个月 一个月很多东西 你现在去办事情都是 过年以前赶不上 就要准备四月份了 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已经纳入现代的全球化的轨道 他居然还可以停摆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工厂停工 对工厂停工 工人回家 那个行政机构也可以暂停 批文都要停下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奢侈 目的什么 目的维系我们一个特有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还是值得 我每次吃这样的饭以后 我就在想 你们家亲戚多是吗 说多也不多 说少也不少 越来越少啊 尤其是长辈越来越少 这个很叫人感触的 而且很多时候你长辈也没有 比方说我在海外的表弟表妹 他们因为父母不在了 他们就不回来了 以前他们每年都要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势必会越来越淡化 随着长辈的 那渐渐的我们也要变成长辈了 渐渐的啊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就是不要牵涉到我刚才讲的 我看到那种利益 利益纠缠 一牵涉到那个就麻烦了 你也不是说利益 就有的时候啊 他对你啊 抱有不切实际的一个想象 你比如说 反倒是 你比如说我要干这么一个工作 我哥哥 我弟弟 是绝不会求我帮忙的 因为他那是 我觉得还是直系 他是一家 他怕 他真怕给弟弟添麻烦 可是可是你看这个 这个事情麻烦在哪呢 就是因为 你刚刚才讲 中国是世界上很少有的 这么一个国家 过一个年 整个国家的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 真的是停一个月的 理由是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实在太重视 这个血缘关系 或者家族关系 或者理论上 我们是这么认为 这么讲 那么当这个国家 今天仍然那么正式的 在survey 或者在强调家这个关系 血缘关系 因为家在中国还是政治性的 比如说我们国家国家 我们中文这么写 就我们把对国的忠诚跟爱 跟对家的这个感情 常常捆绑起来 所以连国家教育 公民教育 也都是这么教 那么所以你更加注重家 但是当你这么注重家的时候 它带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有时候会出现 中国人从来都跑不掉这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公私问题 你比如说 你要古代 这个东西简直是天经地义 以至于你像那像汉唐的时候 门法制度 它根本就是一个家族 贵族政治 一个完全是家族政治 贵族政治 但是它中央集权 一直有方法 有想法来遏制这些门法制度 虽然古代理论上好像这个家这个清人跟国君王的统一关系 可是你想想科举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度之连结 你不能因为你的家人春节跟你磕头 你就给谢题目给他 否则就杀头 中国一直这个 这是王权自己的一个要求 那这个也是宋朝时候才能够那么确立吗 所以唐宋变革 就唐那时候还是相对是贵族门法 宋才开始能够完全靠科举的公平 但是现在我有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咱不考虑厉害 过去一说躲亲戚 其实就是躲借钱的 对吧 或者就 假如完全大家彼此之间没有厉害关系了 你愿意跟你的亲戚们长相聚会吗 我现在说的是另一个问题 就好比说有些人念这个旧 比如说老同学老乡 可是实际上人跟人之间有爱的基础 还是在于能聊得起来 那能聊得起来的基础往往在于 你们有近似的生活状态 近似的价值观 近似的爱好和兴趣 这些都不是亲戚必然有的 甚至是往往是没有的 就像有些大学生工作了回村 那种感受 那觉得好烦呢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七的姑八大姨 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们跟我聊的这个天 这种胡同里的这种天 完全不是我生活的那个世界 我关心的事情 该生孩子了 要几个呀 什么的 还不找女朋友 我看那家不同 你这些事啊 他一聊起来就烦 不会烦啊 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不是每天聊嘛 你不是每天七大姑八大爷来跟你聊嘛 甚至那七大姑脱离找 难得享受一下 万年聊了几天 像你那个亲戚脱离 什么找北京市长 他不用过年都可以脱离嘛 假如他需要 所以过年反而是说 你就想说 至少我还有一些朋友 这么想说 就一年一次嘛 一年一次 然后前提是说 有基本的血缘的 我们说责任也好 温暖也好 在那边 然后大家就不一定要叙旧 就像几东说 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坐在那边 喝杯茶 给长辈看看 自己也感觉 有个完整的一个群体在那边 而且文涛你刚说什么 总要有共同嗜好 这个那个才能聊 那你如何理解 我们去餐厅 或是去酒吧 可以跟陌生人聊得很好了 那个心理学叫陌生人效应嘛 Stranger effect 陌生人反而是说 你觉得 就是因为我一年只会跟你聊一天 或者说一个钟头 甚至半小时 以后不生肝的 就下来三百六十四天半 我不会跟你有着急的 那我们才能讲一些 平常我在办公室 不会跟人讲的 我爷爷的以前的老婆 怎么怎么样 表姨的表 好可怜 他把自己心底那种软弱 或者说温情或者说人性的东西放出来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这一年只跟你聊这一个钟头 对在那一个钟头来说 其实你是我的陌生人 我是你的陌生人 可是又多了一点点 一个信任 清淡温暖 我觉得这是那个让我们还是觉得说 觉得说可以忍受 或者说甚至可以享受 但那里面还是有点不同 酒吧里去跟一个陌生人聊天 他其实跟你有一个最基本的相似点 就是说他也到酒吧 他也是一个职业人士 他也在这个时间去酒吧喝酒等等 这样的话 你的亲戚也一样 不一样 他也来 而且只能别忘记 不要以为只有你觉得 我说比方说我 不要以为只有我觉得跟亲戚聊烦 亲戚也可能觉得跟我聊很烦 跟亲戚是另外一种 其实我前面的都同意你讲 我只是觉得跟酒吧里跟陌生人讲 是两种不同性质 亲戚那个其实真的很有必要 你在大城市里住的时间久的时候 不体会到 中国现在全部的人口的总数里边 虽然现在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了 说是大学生比例有百分之十几了 但是总体来说 初中以下的就小学程度 占主要 三分之二 对 好 那么然后多多少少的人 春节的概念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你知道在外面工作一年到头打拼的人 他要生活得好 中国人是要比吗 他有两个比的对照对象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一起在东莞工厂里的张三李四 我们赚的好不好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是跟我在家乡的我隔壁村里的王小二李小三这些人 所以当他回家的时候 休于比或者是乐于比的时候 就是家乡的这些人 你不要以为他们 每年他们回家给家里人带的钱 给帮家里谁盖房子 或者自己能开车或者摩托车什么 那是他一年的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他回去以后 回去这个乡 他们当然也烦 他们也抱怨 比如说很多华侨回乡建设 为什么呢 砸那么多钱去盖房子 其实那是个炫耀 对 那是炫耀性消费 你生活的好了 不回乡不是锦衣夜行吗 古人就说过了吗 不过我想说 就是我觉得两者是可以折中的 就我很同意刚才家乡讲那个 就其实亲戚在今天 我们尤其远房亲戚啊 今天跟我们的关系 是一个亲密的陌生人 我们是陌生的 其实我们平常没有什么共同交集点 但是因此我觉得 它产生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 因为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上面 我们有很多社会身份 很多团体身份 我公司的同事是一个团体身份 我加入一个什么俱乐部 去打高尔夫球 打网球 这些也是个身份 我有很多的身份 是我可以主动选择 加入或退出 但是这个社会上面 我们也有一些身份 是我不能够选择加入或退出的 比如说亲戚就是其中一种 第二种就是比如说同学 但同学我还可以选 就是说这帮同学 真的太没意思了 我以后不跟他们玩了 我可以退出 这个脸书上把你拉黑 微信群把你拉掉 我退出 但亲戚不一样 亲戚你会觉得 这个社会始终不是法律规定 而是你就觉得伦理上 要求我对他们 他们对我仍然有某种 最基本的伦理责任关系 一个连带关系 我退出不了 那么因此我可以说 我跟他们相处 跟七岛龟巴黎 我退出 你没法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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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没法拉黑 这时候的不同呢 有时候可以显示你的优越感 有时候使你给你烦恼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比较而来的 但是我觉得我想说的不是比较 而是什么 恰恰因为这是被迫接受的 就等于你生在什么家庭 这是被迫的一样 因为被迫 它反而带来一个好处 在我看来 就是这种被迫 一方面因为我们基本的 互相的伦理 血缘上带来的伦理责任 使得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信任 哪怕这个信任有多脆弱 第二 因为有这个最基本的信任 才使得我比在 酒吧跟陌生人说话 有时候会说某些话 比如说 我除了不能够讲 伤害家庭内部关系 比如说告诉 总不能告诉 这个你老婆的大哥说 其实我有小三 对不对 但是你能告诉他说 我公司那个上司 太怎么样 我们现在想 把怎么样给搞掉 这种话 你觉得很阴暗的东西 你觉得大家偶尔见一面 能够讲讲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恰恰因为现代家庭 跟过去家庭 不像过去家庭是 一家子呢 很少说一个家庭之中 谁特别富 谁社会地位特别高 谁特别不行 或者大家干的不一样 以前的家族是 早就均贫富了 一荣俱荣 对吧 一损俱损 对一损俱损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一个那么大的 亲戚网络里面 每个人可能分散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教育水平 那每年一度 你被迫的 大家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打破自己的 那个泡沫的机会 临时的跨越社会 打破社会圈层 你真的就是 广泛接触社会 不同层次的人 每年过年回家 就是一次采风了 你想想看 这个你平常 你天天你在群里面 微信那些都是跟你 没错 都有相似 气味相投的人 这是被迫的 所以我们要建立正能量 对于人生很多的苦恼 你可以有正能量的理解 对吧 这为什么 就是所谓现在时髦的话 过年回家 也是一种修行 佛系 佛系 这东西还真的是 你比如说 你要叫我觉得 现在客观事实是什么 不要说跟亲戚了 你就直系的 你跟你的兄弟姐妹 父母亲 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 很多的家庭 我过年回家 我跟你说 主要就是躺着 没有话讲 然后就看央视 对看央视 看春晚 现在看春晚的都不多了 就是躺着 然后呢 甚至是父母亲 老头老太太在一个房里 孩子们 要是卧室多的话 就一个卧室一个人 卧室少的话呢 就都在沙发上躺着 这春节啊 实际上是一种 有时候让我觉得非常颓废 他们说很欢庆 可是我自己 对到很多家庭的这个采风 我觉得春节是最颓废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而且就面色苍白 晚上可能也没睡好 就是这里边很多具体问题 他睡惯了自己家的床 你还回到家 一般晚上都失眠 嘣巴的又吵 所以一个个都是面色惨绿 然后就是 他呈现出我很颓废 所以我现在真觉得就是 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你看 人群的这种亲缘关系啊 跟这个人类探索认识宇宙啊 我自己肯定是偏见啊 瞎想啊 我觉得有点对位的关系 就比如说 当年我们认为地球为中心 对吧 地球是中心 那就像一个家族 你看是有中心的 后来呢 我们知道地球不是中心 太阳是中心 你看我们的这个种族家族啊 就离开的远了一点 你看到今天 我们最新的科学 哈勃望远镜告诉我们 没有中心 所有的星星都在彼此离散 而且是加速的离散 因为雨就在膨胀 对 于是呢 今天互联网社会 对人际关系的形容 就是正在走向原子化生存 家庭越来越小了 甚至是三口之家 对吧 甚至是单身的越来越多 这样呢 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啊 你再把这不同的星星们 勉强往一块凑合呀 这个碰撞的可能 也就相当大 然后呢 就大家都会觉得有点 就就就不太舒服 我我现在就真的觉得 你包括就说 哎 你比如说又又出现 这个独生子女啊 你有没有觉得 我是从这个生命史的视野 来看这个问题 那天我跟我们组的90后说 我说我突然意识到 你们的空前绝后啊 不单是人类史上的空前绝后 你们是地球生物史上的空前绝后 怎么了 哎 那么严重 连动物都是一窝一窝生的 兄弟 对吧 猪下猪子 羊 都一窝一窝生的 对 不要说人类了 这唯有他们这个这种 80后90后 因为这个计划生意政策 当然就当年的政策 有当年的必要了 对吧 但是确实客观上出现了 你发现没有 在物种当中 成规模的这个现象 是绝无仅有的 独生子女 而且你看 现在以后又没了 现在都慢慢能生二胎了 对吧 以后又又又又又 又有兄弟姐妹了 就是 他到底会出现什么变化 他 他有人研究过没有